大家好,我是千鳥 今天要為大家帶來的是暗龍紀元一端審判 你覺得我們來到這個洞了 看查一下嗎 卡爾塔警備相關的筆記 以防禦外人的攻擊來說 我們十分安全 比起那個我比較擔心會不會吸引到下層的暗翼 暗翼並沒有能靠蠻力攻入的人力 把物品放在上層 在橋建築坪上 我看到上層都是暗翼,可見他們失敗了 這個應該可以進去吧 我可以做那如果想要 這算是喔 卡山德拉耶 卡山德拉一進來了 好像買到不錯的東西了 紙紙的感覺就很強 其他都進來了 還有這樣 還有這樣 算你 出去吧 採用踢的 好法 箱子 送給我 這次又換需要到底 這裏又有什麼好保障呢 在這個通知下一串的筆記位快速寫下 別為了無聊的門浪費時間 你管那裏面有什麼 機關已經壞了 況且誰在意 我們必須將物品移動才行 然後你在那邊確認 古代的矮人有沒有把一組好茶具收好 人手不足了 如果才讓我聽到你為了那組茶具集合人家去下層找 我會讓你後悔 L 本來這個地方就被當成貿易基地 那上門後面有什麼有價值的東西都不習慣 然後怎麼讓我後悔 T 用你的想像力還有刀子 L 充滿憤怒的筆記 首先是利斯卡 這次是布雷娜 被我抓到正在偷東西 說什麼 一點點而已 真的就這麼一點點而已 混賞東西 看起來這個組織問題也不少 看起來這個組織問題也不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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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來描露了 上城這樣子都... 探查完了 原來造成這樣真的很強欸 好可惡 他有講過嗎? 感覺好像有人好像沒有 我看到他的屏障嗎? 看一下一點點啊 還有嗎? 好,這方向應該沒了 看一下有沒有新資料 暗議 想要靠著力量 將造物主的國家入手 實際上就是破壞 純粹的黃金之度變得漆黑 那個時代最閃耀的人 過去的大賢者們 從人類變成怪物的樣子了 哀悼的戰功 十二之一 在世上孕育出暗議的人們 暗議的是人們的罪 失去黃金之度的賢者的命運 左右了世界的命運 賢者不止一個 誰也不知道暗議從哪裡來 作為人黑暗的分身 在最陰暗的地方成長 像自然災害般爭執 推測 暗議在發動騎襲時 會將俘虜活生生 拖回地底回藍後吃掉 他們似乎就像蜘蛛一樣 喜歡將獵物活生生的吃掉 因為這些邪惡的東西知道 有能讓自己永存的力量 最後 等瘟疫在塔的時代爆發 暗議再度襲擊泰文特的中心 瘟疫向南邊的歐拉斯 與東邊的自由聯邦擴散 病情雖然蔓延到菲洛登 所幸大地的腐蝕 在我國國境的邊緣停下來了 在菲洛登暗議只是傳說中的存在 但在北邊地區 特別是泰文特和安德菲爾斯 暗議在郊區徘徊 襲擊農家或孤立的村莊 常常被視為威脅 原來起源的時候的瘟疫根本 就不是最嚴重的地區嘛 還打得那麼辛苦欸 連動之教會學者 修女貝圖林的著作 菲洛登傳承與歷史 欸?還有嗎? 欸? 欸? 側翁剛剛那個是 一樣的啊 喔 這邊入不看了 再來 再剩下去之前 我先開這個門好了 哇!好多人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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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剛剛說 我們... 艾斯欸 啊... 這個... 這些不是愛意 這些是... 這些是... 這些是那個組織的人 哪有... 後來不太妙啊 更晦了 妳等一下 卡倫德拉加油,這次快沒了 外面居然有一隻弓箭手伏擊 有人被刺真的不太鳥 沒有辦法把船方位都防出來 到底要去找路 你身邊要很痛嗎 我看你是空間手 反正傷害才 各位出 上身殺 你在做防禦的盾 這傢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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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這招幹嘛 衝刺 撞到 耶 贏了 驚險 驚險 好多東西來看喔 先把大家 欸 還有人 喔 算好 外面還有一隻負責 揮露他啦 還有一隻嗎 到底要幾隻啊 好啦 終於可以進去看看那些資料了 新德蘭地區的活動報告 那些士兵自稱是省問會 咦 我們捏 正在幫助紅牙附近的難民 不會來到這附近 但也做了不少犯罪搜查 在他們中 有個能封住戀口的人 他們主張那個人是預言者 如果問我意見 那還真是用心的屁話 一定是快可的精靈 為了取得人類的信用所編的 我雖然不知道那傢伙的目的是什麼 但那些傭兵把該做的事情做完的話 我們也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 必須小心 原來他們跟那個傭兵那些是一夥的 那時候看到的信就是從這裡來的 那時候看到的信就是從這裡來的 湖泊坐在的命令 確認在湖泊坐在的樣子 確認那邊夠職位的分組 不要讓那傢伙一直重複說什麼野生動物 那種事情不重要 戴上利斯卡給他一個工作 他一直在那念念有詞的抱怨 變成神經質 做不了工作的話 就想辦法處理一下 在記帳簿上快速寫下的個人筆記 雖然紅 但是是好東西 因為聖殿騎士團為教會工作 讓我們可以輕鬆找到代購人 可是必須是正確的代購人 不然是會做壞腦筋的人 我們必須掌握流通 到連哈特湖對岸的路安全的話 就能夠順利 那部分的礦脈都在地表附近 礦脈雖然足夠 但如果能找到更深的大源頭 抽獲就更大 現在的作戰穩定確實的話 就能把目光放在擴大上 這是在說紅燒利利母礦吧 那個不是一種危險的東西嗎 黑暗城的交易 如果問奧姿馬的貴族 有沒有從地表入手絲綢 古墓或紅酒的話 他們會回答 因為有了跟地表的交易吧 有了跟地表的交易 講得好像這種事自然發生的 業者 商人和人類的農民都不用參與 矮人的想像力真豐富 但現實和那種夢話差很多 奧姿馬不只自己國家的繁榮 連生存手段都依賴地表 瘟疫時代 矮人失去了幾千的洞窟 生產食物幾乎都在這些洞穴中 此前是在石頭下 不靠他人獨立存在的矮人王國 在第一次婚疫中消失了 像神話中那樣 現在地下留下來的矮人 是爭奪無名階級 無階級名建築的 與地表的生命線 辛苦存活下來的 地表的矮人都被剝奪身份 在矮人社會上永遠被流放 排除的 但是作為奧姿馬的生存手段 並未與被流放者切斷關係 且依靠著他們 為此矮人的經濟與政治中 有著有錢有權的人 和上流階級 和這些表面上不存在的人 被地裡維持秘密關係的黑暗部分 然後大家都知道 這陰暗面中發生的事 發生什麼事 從起源我就覺得這些矮人 貴族矮人很過分 把人家流放 然後又要依靠人家 卡爾塔就是在這 與地表交易的陰暗面 像寄生蟲一樣的存在 維持住地表的矮人 和以前所屬的 貴族和商人階級間 有著沒有公開承認 但兼顧的關係 利用這點和奧姿馬進行貿易 被族人流放 但沒有良好關係等理由 和舊家沒有聯繫的人 則回到地下 受著像犯罪者般的對待 以個人的身份 與奧姿馬交易 在奧姿馬沒有階級的人 就算是從地表來的夫人 最好也只有 像染病患者那樣的對待 被大部分的商人趕走 這時候 地表來的商人 尋求支援的就是卡爾塔 卡爾塔成為地表商人 對奧姿馬的窗口 在黑市中四處販賣 然後 當然有獲得利益 那就是卡爾塔通常的手段 憤怒的奧姿馬市民 降 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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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因为通常允许 卡尔塔因为奥兹马大部分的黑市生意起家 贵族也理解这样的状况 他们全都和卡尔塔有交易关系 而且都因为卡尔塔的成功享受着利益 卡尔塔在地上地下有着千种以上的样貌 诚实的商人、贵族阶级的一员、商人工会权利者 不管哪个都是在黑暗中几千的黑市商人 道贼、商人犯、潜伏的样子 这就是奥兹马的生命线赞美祖林 来自瓦里克泰瑟斯处黑暗城的交易 最后那个赞美祖林超讽刺的 这个赞美祖林是 還缺了一個欸 呃...這場人應該害我... 先往下走吧 先幫我自己補個血 隊友們等一下散動他們就會自己喝水 應該還好 擋倒了 這邊應該會有一些什麼 看起來還蠻猛的地方 欸? 找到一些東西了 任務完成 這邊咬一下門 天 啊這邊是剛剛我經過 所以我剛剛沒有看到 幾層一團了啦 啊...除了最... 剛剛那個門進去的人比較可怕 哦... 雖然其他都還好 這個是什麼? 沒有看過的冰種 也沒有害怕什麼東西 好... 一看就打了應該可以吧 你覺得他好像在各種攻擊下 拿著大鎚過來回去嗎 他要做冷靜嗎 看他要做冷靜嗎 蛤... 他要做冷靜嗎 哇呀快死了 他應該都是這裡的魔王了 有他啦 資料 賀洛克α 一種暗翼的兵種 賀洛克的型態之一 叫聰明 我們將東西帶進維倫青的房間 強壯的男人們握著手夾的兩端 最開始就奪取了他的武器 冰凍凍塌到走路都難的程度 我聽說你是在礦山唯一存活下來的暗翼 維倫青說 依我所知是賀洛克 我不想說 追到你的時候有聽到你說話 去告訴他們 總有一天會死 那東西想說 那狂暴的聲音就像 被訓練模仿人類說話的野獸 但卻能準確理解意思 我知道了 比你的 維倫青說 比你的野獸同伴們還聰明呢 啊啊啊啊啊啊 野獸說 我想知道更多 維倫青說 這樣我們和你的 你們的種族就能互相理解 交涉了 的確是這樣 野獸 野獸說 總家纏住了維倫青的頭 對話結束 那東西說 也不交涉 你必須死 你的世界必須死 理解了吧 那東西折斷了維倫青的頭 殺了四個男人 最後被我們殺死 從 安全保管在米拉桃斯大帝國書庫 只允許先哲院成員閱讀 有關案意 秘密調查報告書 誤壞的資料中截取 是蠻猛的那一隻 難怪我把歐他一段時間才歐那死 這裏還可以下去哦 我先封 好 好 繼續往下 我們剛剛所設的那麼高下來的 你不能進去 誒 這樣不能繞一圈回來了嗎 然後 對 我能進去 吧 我總是 讓我 有 XDDDDD 看來會有什麼寶箱等著我 終於讓他開展了 走 看到你 雖然想要穿後台 我跟聽話兩隻都快跳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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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走吧 洗個澡 把那個暗逸的長東西充掉 再來 這沒有罵得去嗎 好像能夠去的任務我都解掉了吼 那 差不多該回海文去了 我想我們實驗差不多到 所以 這集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收看 下一集再見 掰掰 下集再見 ,請繼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